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津 重庆 内蒙古 海南 河北 吉林 甘斯等八个省份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扣除价格因素跑赢当地GDP增速 贵州和云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至存活前列分别为9%和8.6% 9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超纯国水平资料图中心经外章一华社居民可支配收入 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 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 既包括现金收入 也包括食物收入 按照收入的来源 可支配收入包括公司聘收入 经营进收入 财产进收入和转移进收入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63元 同比民意增长8.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 按省份来看 上海 北京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 属于居民收入排行榜的第一方证 其中 上海 以32,612元位居榜首 成为最能挣钱的地区 此外 中心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 JWVIEW书里发现 与全国水平相比 上海32,612元 北京310,079元 之间的414,7元 天津20,986元 加速19,885元 广东18,709元 福建17,016元 辽宁15,337元 沙东14,967元 这九个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超过了全国平均线 当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靠赢GDP 尽管上半年全国居民仍旧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 不及同期GDP6.8%的增速 但从地方层面来看 仍有多省份上半年居民仍旧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跑赢当地GDP 中心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 JWIEW 通过出力和计算发现 2018年上半年 上海、天津、重庆、内蒙古、海南、河北、吉林 甘肃等八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超过了当地的GDP增速 其中云林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比GDP增速高了2.9个百分点 甘肃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比GDP增速高了1.9个百分点 九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排斥来看 2018上半年 贵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目前最高 达9% 其次是云南 达8.6% 安徽、四川、上海、福建、重庆、湖南、陕西、江西等八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也都超过7% 另一方面 辽宁、黑龙江、天津、青海等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较低 其中辽宁增速3.9% 战略最低 再谈到 贵州上半年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太势力原因时 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副总队上唐小川指出 近年以来 贵州通过脱贫攻坚 农村产业结构扫整 以及加快发展高新产业等措施 促进城乡居民增收 通过发展全域旅游 推动了旅游业景喷噬增长 使群众分享到更多的旅游发展红利 上半年贵州省城乡居民来自第三产业的经营定收入分别增长40%和6.2% 此外 中心经纽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IEW开发现 贵州、云南两省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均低于全国水平 云南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1% 比全国涨幅低0.9个百分点 贵州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5% 比全国涨幅低0.5个百分点 相对更低的物价涨幅也成为这两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速,位置全国前列的一个有利条件 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 从全国来看 中国2018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10% 略低于经济增速 国家方改委就业私负资长常浅为表示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没有改变 要看到在收入总体保持增长的同时 经济转型升级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加速 长期而指出 自2013年统计局正式发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指标以来 按季度看 有的季度收入增速率高于经济增速 有的季度率低于经济增速 总体是维绕着经济增速上下小幅波动 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应当说有两个没有改变 一是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 二是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没有改变 展望后期居民收入格局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卓小磊认为 中国经济稳重向好 奠定了收入稳增的基础 此外 中国各类适应高质量发展 需要的企业增快速成长 从数据来看 高质量增长能带来高投资回报 从而带来收入增长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完全可以预期 中心经纬APP 关注中心经纬微信公众号